阿波羅新聞網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打臉中共 戰狼盧莎也脫口 親美間諜氣球是國家財產 中共間諜氣球事件還沒完 習近平是否知情間諜氣球?布林肯作出回應 Chat GPT 能替代胡錫進嗎?他慌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主頻道熱點直擊 今天是美國時間2月9日 星期四 我們每天也在副頻道發表一個視頻 請您訂閱阿波羅網副頻道 感謝您的支持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打臉中共 戰狼盧莎也脫口 親美間諜氣球是國家的財產 中共偵查用高空氣球入侵美國領空 這顆氣球飄過北美多處敏感軍事地點 成為華盛頓和北京緊張關係的最新導火線 原本要訪中的美國務卿布林肯也臨時取消行程 對此 中共外交戰狼代表人物 中國駐法國大使盧莎也 近日接受法媒訪問時聲稱 布林肯即使訪中也沒意義 還自爆間諜氣球是國家的財產 打臉中共外交部說法讓外界傻眼 盧莎也近日接受法國LCI電視台訪問時更表示 布林肯造訪中國毫無意義 因為華府在許多方面都激怒了北京 美國應該歸還被擊落的氣球殘骸 他說 因為它是我們國家的財產 如果你在街上撿到東西 然後又知道施主是誰 但你應該把它還給施主 然而 中共政府此前堅稱氣球是迷用資產 僅用於氣象研究 但盧莎也脫口說出國家的財產 戳破中共的嘴硬辯詞 此外 盧莎也在訪談間宣稱 過去也曾發現他國無人航空器出現在中國領空 但北京都選擇低調處理 沒有炒作 暗批美國故意張揚此事 增加外界對中共反感 不過當主持人追問下去 盧莎也又坦承自己沒有確切證據 但他從社群平臺確實看到過 中共也曾擊落過動機可疑的氣球 習近平是否知情間諜氣球?布林肯作出回應 布林肯週三 在與北約秘書長 嚴斯‧斯托爾‧滕貝格 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當被媒體問及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是否知道間諜氣球事件時 布林肯沒有直接回答是或者否 但他回應道 至於誰該對此事件負責 當然是中國 布林肯強調 在一個層面上說 哪個個人擔不擔責任並不重要 事實是 中方從事了這種不負責任的行動 侵犯了我們的主權及領土完整 以及國際法 布林肯表示 美國已經與幾十個國家分享了被擊落的中共監控氣球的信息 他說 這是中共更廣泛監控計劃的一部分 侵犯了五大洲國家的主權 中共間諜氣球事件還沒完 美國圍繞中共間諜氣球的爭議仍在繼續發酵 親共媒體聯合早報稱 從氣球引申開來的國安漏洞 以及對中共是否夠強硬的問題上 上週末以來 持續是美國兩黨攻防的焦點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新加坡官方的中文聯合早報親共 官方英國的海峽時報親共 是在中美之間搞平衡 不論是非 各打50大板 前述報導稱 氣球事件直擊美國對國安挑戰的深層憂慮 也強化了美國最擔憂的中共威脅 過去幾天 美國軍方在南卡羅來納州沿海打撈墜落的氣球殘骸 圍繞氣球殘骸的歸屬問題 這兩天成為中美交鋒的新焦點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科比稱 打撈上來的殘骸 不會歸還給中共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星期二則回應 這個飛艇不是美國的 是中共的 中共政府將繼續堅決維護自身的正當合法權益 另一個選擇的是氣球事件衍生的國際法問題 中共承認氣球因不可抗力 誤入美國領空 但譴責美國擊落氣球是明顯反應過度 嚴重違反國際法精神和國際慣例 美國則堅持氣球侵犯美國領空和違反國際法 北京和華盛頓各執一詞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法教授羅斯威爾星期一撰文指出 中共氣球飛越美國 考驗了國際法的界限 羅斯威爾認為 美國有自己的防空識別區 要求進入美國領空的飛機表明身份 中共大陸 日本 臺灣等也都有類似的防空識別區 鑑於這些明確的國際規則 美國對中共氣球的回應有堅實的法律基礎 ChatGPT能替代呼吸禁嗎?她慌了 最近 人工智能聊天平臺ChatGPT真的是太火了 作者亮劍撰文說 ChatGPT推出5天後註冊用戶達100萬 推出僅2個月後 月火已破億大關 這是互聯網領域發展20年來 增長最快的消費類應用 一項調查顯示 現在美國89%的大學生 都是用ChatGPT做作業 而多家學術期刊禁止將ChatGPT列為合作者 這個人工智能聊天平臺不僅能跟你對話 他還能寫出全班最好的論文 串寫簡短的偵探小說和科幻小說 他可以幫你回郵件和寫工作日報 他還能寫代碼 寫詩 寫歌詞 改bug 手機買華為還是小米? 華為有華為的好 小米有小米的好 買哪個取決於個人喜好和需求? 詹姆斯是史上最佳球員嗎? 這是一個引發爭議的問題 這取決於個人的評價標準 要不要換房貸? 這取決於您的財務狀況和財務目標 反正使車轟路話來回說 八面玲瓏 哪邊都不得罪 簡直就是個大滑桃 有人驚呼等等 這麼中肯的風格不就是呼吸進嗎? 這麼一對比 ChatGPT不就是AI版的呼吸進嗎? 呼吸進會的 ChatGPT都會 呼吸進不會的 ChatGPT依然會 於是人們不僅發問 ChatGPT能替代呼吸進嗎? 沒想到 老胡昨天還真的回答了這個問題 但話說的還是雲山護照 雖然ChatGPT無法替代真實的個體 但車轟路話還是能說出個1234的 而且邏輯順暢 最重要的是試了很多問題 ChatGPT始終在真正的答案周圍轉圈 從不直指核心 這一點太呼吸進了 當人人都是呼吸進時 那呼吸進也就不是呼吸進了 ChatGPT雖然不能替代呼吸進 但這才是埋在呼吸進腳下最大的雷 不過老胡畢竟是老胡 老胡琢磨不透 反覆橫跳的絕火 AI就是燒破CPU也學不會 今天解釋美帝為什麼不能擊落流浪氣球 明天又解釋美帝為什麼要擊落流浪氣球 今天呼吸進 明天呼吸進 如此反覆無常 左右橫跳 AI可做不出來 感謝您的點贊 轉發 留言和贊助 請您訂閱並傳播我們的頻道 再會